我們將來製造財產 給中國從中國的工作回到美國 路透社報導 週一 美國總統川普在訪問美尼蘇達州時 對支持者表示 要在10個月內創造1000萬個就業集會 部分方法是為那些將製造設備 從中國遷回美國的美切 提供稅收抵免 並取消那些將業務外包給中國公司的聯邦合約 川普總統強調 美國將結束對中國的依賴 在本土生產關鍵的藥品和供應品 他表示 美國經濟將從中共肺炎的衝擊中強勁反彈 前提是他成功連任 從本週起 川普總統將親自踏上競選連任之路 預計造訪威斯康辛州 亞利桑那州 賓夕法尼亞州和奧克拉荷馬州 與選民面對面 由於受疫情影響 集會主要在機場的機庫內舉行 參加者人數也將控制在1000至3000人不等 並保持社交距離 在民調方面 原本落後的川普 氣勢逐漸增強 CNN週日公布的民調顯示 拜登在登記選民中的領先優勢 已經降低 這份由CNN委託獨立機構 SSRS所做的民調顯示 在15個搖擺州 川普與拜登的支持率為48%對49% 川普已大幅縮小差距 僅落後拜登1% 川普總統預計於下週 在白宮接受共和黨正式提名 並發表演說 而已於週一登場的民主黨大會 四天大會首度完全在線上舉行 拜登預計於週四正式接受提名 並透過視訊從家中發表演說 新唐人也這電視也恩姐編譯